嫌犯旅行者中午吃三彩团子的时候 自己吃掉了两个 只分给了受害人派蒙一个 严重违反了派蒙法令第37条 公平公正 那请问派蒙大人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当然是罚你给派蒙做好多三彩团子啦 嘿嘿 鱼猫真是神奇的生物啊 鱼猫真是可爱啊 哎 可惜会说人话 如果派蒙不会说人话的话 会不会看起来神秘又高贵呢 你这句话是来求我吗 嗯 哼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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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虽然宴席肯定会结束 但快乐的时间能更长一点就好了 白鹿与青梦 龙冠无声 若比军策实 结算 就尝试 你在说什么 真是说 和小派蒙的旅行很开心 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你不会骗我吧 黎岳这个国度的繁荣 靠的绝不仅是阎王帝君的神谕 而是无数想用契约的阎神字 在这之中 甘雨已是就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了 我的工作 就是遵循与帝君的契约 为凌岳的多数生命 谋求最大的福祉 因为最近有很多事都拿不定主意 我经常去向他询问意见 已经 他可能是黎岳最熟悉帝君的人了 想起以前 在他面前说了很多得罪帝君的话 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虽然身为仙兽的混血后裔 但同时也有着人类的血脉 这么多年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融入了 黎岳港的人类生活 这么说来 很久没有见过甘雨姐姐了 道妻尚未锁国时 黎岳与道妻往来事物 都是我与她接洽 真是相当可靠 甘雨既非仙兽 又非凡你 游走于仙人两 告着职责 自成此 恨过什么 谢谢你一直陪我说话 遇见你之后 好像说了十几年 都没有说过的那么多话 如果保持这样的锻炼 有朝一日 也能从事秘书以外的职业了吧 你好 我叫齐纳里 是道成林的行灵官 负责维护雨林生态 与行人安全 确实有不少人觉得我这一族性格孤僻 也不怪他们这样想 我的族人确实数量很少 还大多是学者 总是为了研究到处旁 一年也见不到一根尾巴吗 师父虽然平时说话有些严厉 还经常批评那些乱吃毒蘑菇的冒险家 但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 不仅会耐心地给我补课 还会为我读蒙德寄来的信 我一直很感激他 我以前上学时 从属生论派 主攻职务学 本来导师想让我毕业后留校任教 但说实话 我喜欢更自由一些的研究环境 而且就我的观察 教理院的某些形式作风 令人不敢恭维 还好当时导师没有强桥 他强桥也没有 我小时候做过许多美妙又奇幻的梦 他们在我长大后的某一天 永远的消散在记忆中 你还可以做梦吗 给我讲讲你的梦吧 阿乔真的是上古圣龙啊 阿乔是龙时代的遗物 他们是在某个神秘遗迹里签订契约的 这种契约通常隐藏着某种重大的代价 所以上和文明毁灭是因为降维打击吗 但他攻击力太强啊 是说金尼奇会死于非命 快告诉伟大的酷狐拉乔 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您真是完全无法教化的混沌恶徒 和您一比 我们深渊教团也被映衬的雪白纯洁 夸旺的黑雀 你不是给他找了老师吗 怎么还是一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样子 没人有资格教育伟大的神龙酷狐拉乔 没人 可能因为我没有过派蒙这样温柔的伙伴 你是在夸奖我吗 吉尼吉尼吉尼奇 你这个来一地冲锋就能淹死的小小飞野 与伟大的圣龙酷狐拉乔相比较 让你死了 我要拿你的身体为非作胆 坏你后世如你名声 让你 不过没想到在纳塔还能碰到渊上 看起来你没认识 就只是如此冷淡的关心 我以为我们会带这一丝久别重逢的喜悦 互相道声 嘿 好久不见 你在说什么鬼话 是不是最近情感文集看多了 看来你这几天对阿乔的教育没什么效果 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不然深渊教团干脆改名深渊教育团好了 你这家伙就是这么让人喜欢呢 但是也不要太小瞧我这文源了 打我肯定打不过你们 但论逃跑 我可不会输给谁 好好记住我撤退的样子 下次再见面 麻烦给我多一点尊重 网上堂的钟离先生啊 隐约觉得是个厉害角色 你见过那位老爷子了 他近来还好吗 诶 变成您叫钟离的普通人了 对他那个死脑筋而言 这应该是不晓得改变啊 活得太久的人 只能在记忆中寻访往昔的战友 过去的景色 即使如此 我也不后悔与你相识 朋友 钟离长得那么年轻 性格倒像是个老古董 什么都懂 却什么都不关心 曾经与他共影之时 我还只是一介隐武者 静体众神默契 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是吗 不过 我想他在下一个时代 仍然会继续和更多的人相遇吧 只愿荡敌四方 我都不适应 那是离岳最初的情愿 而选择了 最后的情愿 终于 被告 小时候 我很多次想大声问问神明 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么多苦难 这孩子刚被带过来的时候 可以说是大字不识一个 不过问题不大 他学习勤奋 态度也认真 进步很快 只是 距离他习的精湛医术的目标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他有时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快 你有机会的话 也多帮帮他吧 就当是我这个做师傅的 拜托你了 不行 手头没有事情 心里就容易东想西想 一说就想起了不好的事 我曾经以为朋友什么的 这辈子都不会和我扯上关系 直到去了蒙德 后来 在虚拟遇见了师傅 现在又遇到了你 果然 我还是很幸运的 我还是很幸运的